开播前吹上天 播出后却凉透的四部电视剧 只有第二部还有希望 其实今年的电视剧是非常多的 而且每部电视剧为了抢占先机 在开播之前都会花重金宣传 宣传工作也是导演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电视剧 不管花多少钱宣传 最终没有好的剧情和演技都是没有用的 现在的观众对电视剧中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 喊点一下宣传非常好 但是播出效果非常差的电视剧 四 爱情进化轮这部电视剧 可以说是今年最惨的一部了 开播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 结束也是静悄悄的 这部电视剧是由张若云和张千爱主演的 而且前期的宣传也是非常好的 这部剧的两大主演在娱乐圈中也是非常好的 张千爱的颜值是非常耐打的 张若云的演技在圈中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部剧播出的效果却不太好 而且这部剧十分嗨的台湾电视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改编的 但是内地的这部剧却没有台湾版的好 播出之后很少有人关注 三 前蜜暴击这部电视上映之前真是太火了 而且也是陆寒和关小彤的定情制作 所以这部剧的名声真的太大了 简直没有比这个更红的电视剧的 所以总是备受人期待 之后湖南卫视为了这部电视 也是拒绝了沿喜攻略 但是这部剧开播之后的收视率也是直线下滑 遭到了全民吐槽 看了这部电视之后 很多网友对于这种流量小声的炒作方式 有了很多不认同 《二千圣长歌》其实一开始这部电视叫做《黄泉》 在播出之前 也是作为湖南卫视的一张榜派 而且这部剧是由陈坤和妮妮主演的 陈坤的在娱乐圈中的演技 我们自然不用多说 确实是演技的代名词 而且长相也是非常帅气的 很多人的非常喜欢她 妮妮的演技我们也都知道 长相非常有特色 这部剧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道具 服装 场景都是非常清凉 但是这部剧播出之后的效果真的太差了 剧情真的看不下去 太拖沓了 一 《扶摇》 其实这部电视剧是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在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上 都是能说得过去的 但是对于很多原著粉来说 这部剧简直是灾难 有了大量的改动 让这部剧的剧情和原著差别非常的多 其实这部剧小编也看了 在前半部分河是不错的 但就是国公领了河饭之后 很多人都气聚了 是 好的